真夜话题来看到这名男子 他在搭乘台铁驱肩车的时候 因为背包霸占不爱做 跟一名老伯发生口角冲突 结果这名男子竟然恼羞成怒 把手上的珍珠奶茶 吸收珍珠 直接丢向老伯攻击 台铁电人车上冲突一触击巴 车长没有来 这个你先攻击我了 你也攻击我了 你攻击你了 你刚丢的时候大家看到了 就难道 谁看到 大家都看到了 却确实实证明男子 把口中珍珠吐到手上 就往阿贝方向丢 这像两人梁子越解越大 好心的让 你还在那边 那你就救我嘛 干你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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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中的位置 干你什么事 这水的位置 干你什么事 这水的位置 干你什么事 水的方式 好 很嚣张 原来男子右方是不爱做 却站着不走 还回嘴六次干你什么事 看你没买几岁 干嘛摆着一副像流氓一样 全流氓 全流氓 你现在这不是行径像的吗 还敢叫我东西 其他乘客找来车掌 这下珍珠哥眼见情况不对 瞬间成了扫眉羊 还说阿贝好凶 我还说你如果在工作 我救你啦 他口气很差 你看他口气那么差 似乎至此理亏 最后干脆拿着行李换车厢 跟着了解这件事发生在台铁 桃源往树林的驱间车上 原来有乘客让位给阿贝 却被珍珠哥拿背包占位子 网友说用行李占位子 真的很白目 但也有网友觉得 阿贝自己口气也很差 不过有人留言要肉搜这位珍珠哥 截图放大要大家看清楚 但拿东西霸主不爱做就是不对 还按长辈对象 只能说珍珠哥你哄了 TVB新闻综合报道